特殊紫色光芒投影在廣安大橋 南韓釜山這幾天知名地標夜景 宛如換上新衣 選擇夢幻紫光妝點城市有原因 紫色是南韓天團防彈少年團的應援色 他們為了力挺釜山 爭取2030年世博會主辦權 週六要在這裡免費開場 所以我感到有興趣 他們永遠都不誇張 這總是很驚喜 我總是有慶祝 我已經有慶祝了 時隔7個月 BTS已完整體在南韓國內辦演唱會 這也讓海內外ARMY超期待 場館外從中午就大排長龍 還有來自日本和歐美的遊客 讓好久沒迎接觀光人潮的釜山陷入混亂 當地政府出估BTS將吸引10萬人造訪 南韓高鐵甚至加開列車書院 只是這場演唱會費用高達70億韓元 將近兩億新台幣 現在也傳出釜山政府因為無法負擔 要求大企業贊助 其實南韓防疫措施逐漸鬆綁 整個10月的音樂活動不只BTS這一場 南韓完全解除口罩禁令的第一個秋天 各地音樂活動接力上場 希望能讓南韓人找回疫情前的生活動力 TVBS新聞做不到 掌握全球情勢國際新聞全新選擇 YT頻道TVBS國際Plus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 ! , !